他心黑 手更黑 在位三十一年除掉十万一人 宁可错杀十万 不可放过一人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 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他的眼里 有些人必须要进驳 随即大手一挥 发动了红武四大案 陛下 这里有个空白表格 上面竟然盖好了章 好大的狗胆 本来一调查就真相大白的事情 结果官员们都不承认 看到不能杀鸡敬猴 朱元璋索性一耳扫光 诛杀十千万人 颜色数万人 皇帝大人 您没错 他们也没错 大家都没错 误会 误会啊 此案让朱元璋 开启了大杀扯杀的模式 别看今天闹得欢 当心将来 拉清单 忍耐七年之久的朱元璋 在把胡威雍养肥了后 以头谋不回等众作罪名 严同他的怀疾胡郎爵 一聚杀 不要着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镇下新来的朱元璋 直接把刀架在了李善长的脖子上 即使他拥有铁键 但他一家岂石日口 还是无疑性面 至此历经十年之久 朱元璋分上下万场 共计砍了三万多人 可在这期间 眼里不容杀死的朱元璋 还顺着了卡厨 你给的那点工资 只够喝汤的 我摊点粮食 就是为了吃口肉而已 陛下 两千四百多万食粮食 能换多少筋肉啊 搞得过分了 为了平息敏怨 千言贪污案的大小官员 共计三万余人 一口气都把他们送到了 另一个世界 当朱元璋好不容易 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时 蓝玉这个小屁孩 又碰打到了他的眼前 以我的功劳 难道不能给个泰师吗 看到蓝玉嫌自己活得太长后 朱元璋再次亮出头刀 把蓝玉为首的五人集团 至少一天五万人 按照玉图谋反的罪名 给玉锅端了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绝 为了大明江山的勇故 大意灭亲 整顿励志 如此大规模的血腥清洗 他是有故还有过 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